甚至不需要太去思索 白小纯就明白 在之后的日子里 整个家族都会传开 关于自己作弊之事 这种不去调查 直接就抹去自己成绩的行为 也已经很好的说明了 白浩的这个哥哥 的确是如传闻中那样 对白浩那里冷漠无比 一丝机会都不给白小纯轻叹一声 他不生气 只是替白浩悲哀 可以确定了 蔡夫人 白琪 对白浩都是这样 现在我很想确定的 是他的父亲的态度 在白小纯这里沉默时 白琪的声音 再次传来 白浩 别人看在 我以及父亲的份上 不好去教训你 原本身为数字 你没有资格将自己的名字 拍在家族的石碑上 可你是我的弟弟 我希望看到你出人头地 原本也是打算来祝贺的 可你太让我失望了 白琪摇头 不再开口 而是向着四周众人一抱拳 诸位族卿 白浩之事 我白琪向大家致歉 说完 白琪再次抱拳 看都不看白小纯一眼 转身带着身边众人 化作长红远去 白小纯默默地站在那里 感受着四周众人 看向自己似的目光 伴赏之后 白小纯嘴角露出轻笑 依旧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 这白琪 我有些小看她了 如此行事 的确有些心机手段 回到了北区屋舍后 白小纯盘稀坐在那里 若有所思 不过 既然是钓鱼 我的鱼儿已经扔出 它能抹去成绩 可却抹不掉人心 说起来 我或许应该给那 欲杀我之人 一个机会才是 白小纯沉音中 琢磨着自己 要不要外出一趟 伴赏后 她抬头看了看天色 闭目打坐 修炼不死长生功 直至黄昏降临 白小纯身体 突然出现重叠之影 她的一具分身走出 离开巫舍 直奔家族城外而去 与此同时 白小纯的本尊这里 也气息消失 除非是推门而入 否则的话 从感应上 已经是不存在了 白家城外 白小纯的火分身 面无表情的急速前行 速度不快 维持着筑机修为 向着巨鬼城的方向而去 可没过多久 忽然的 白小纯神色一动 脚步停下 转身看向后方 立刻就看到 在远处天地间 赫然有一道长红 正以极快的速度 呼啸而来 那长红内 有一个黑衣中年 全身煞气弥漫 嘴角带着凝笑 正带着杀鸡而来 甚至在她四周 还有不少冤魂存在 看其魂的波动 分明也是一个炼魂师 此人 正是当日在塔楼上 蔡夫人身边之人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已等你好久 你终于来了 这黑衣中年 眼看白小纯停下 依附等自己的模样 也是一愣 实际上她这段日子 始终都在寻找机会 可在白家里 她实在不敢下手 原本今天在蔡夫人的 怒火与保证下 她已打算强行 在家族内出手 可却没想到 对方居然离开了家族 这就让她惊喜非常 立刻追来 可眼下 当她看到白小纯目中的寒芒 以及听到了声音后 却是不知为何 内心一惊 你 就在她话语传出的瞬间 白小纯右手抬起 向着黑衣中年 默然一指 这一指之下 立刻这四周寒气 轰然爆发 刹那就扩散八方 黑衣中年 还没等反应过来 立刻就被这寒气弥漫 她面色大变 呼吸急促 刚要后退 可身体在这一瞬 就直接冰寒 不可能 黑衣中年尖叫一声 神色露出 如同见了鬼般的亥然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她脑海轰鸣 此刻猛地咬破舌尖 喷出大口鲜血的同时 她四周所有魂 全部自爆开来 试图离开 这片寒气区域 甚至她还觉得不保险 身体竟在这一瞬 直接自爆 轰轰之声回荡间 这黑衣中年的半个身子 直接爆开 她惨叫中 上半身急速后退 面色惨白 眼神中的恐惧 已到了极致 你不是白号黑衣中年颤抖 身体刚要后退 白小纯已一步之下 直接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又手猛地抬起 在这黑衣中年的惨叫中 一把按在了她的头顶 道友饶黑衣中年尖叫 心神狂震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她就全身猛地僵直 双眼鼓起 瞬间冲雪 脑海轰鸣中 她听到了最后一个声音 是白小纯口中说出的两个字 搜魂 搜魂之法 修饰大都掌握 甚至这不是什么神通 而是一种强制地 将自己的临时轰入 对方的意识内 以霸道的方式 直接去搜寻记忆 虽存在了一些技巧 可所有的技巧 都是为了在搜魂后 不损伤对方的灵魂 可对这黑衣中年 白小纯虽不擅长搜魂 也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但她依旧要这么做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白号 在白小纯这里搜魂 这黑衣中年不住颤抖 脑海的一幕幕记忆 被白小纯知晓的同时 白家家族内 白小纯的本尊在盘膝中 猛地睁开眼 叫做徐海 原来是这样 果然是蔡夫人 因白号露出了助击修为 安排了数十人追杀白号 可那白号虽只是助击初期 但竟凭着其谋略之法 一路用各种手段埋伏 甚至施展了多色火生生的 让那数十人失手 更被她反杀了一些白小纯动容 她通过黑衣中年的记忆 看到了当日白号被追杀时的画面 在那画面里 多色火在白号手中 竟信手拈来 这一幕 当初那黑衣中年徐海碎吃惊 可毕竟她只是三品练魂师 看不出太深 可白小纯却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手段 白小纯吸了口气 越发觉得白号不俗的同时 可惜之意更强烈了 可惜最后还是 修为太弱 中了灭绝魂印传送逃走 心脉断绝嘛 白小纯沉默 此刻她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白号之死 与助击初期没有关系 必定是与其练火的资质有关 蔡夫人嘛 白号的笔迹 就在她那里 白小纯身上重叠之影一闪 她的水分身 一瞬走出 没有停顿 直接离开了屋舍后 一路隐藏波动 白小纯如今的神石 整个白家 她若刻意隐藏 原因修士都很难察觉 唯独天然老祖 可天然老祖 自然是不可能 时刻神石散开 更不用说 还来关注她这里 很快的 在这夜色里 白小纯的水分身 就到了高塔所在之地 一晃之下 藏匿气息 在那高塔下的大宅中 一处阁楼里 她找到了蔡夫人 正要去寻找笔迹时 忽然的 白小纯的水分深深色一动 在蔡夫人的阁楼外 停顿下来 目光一闪 看向房间内 此刻除了蔡夫人外 还有白旗 其而 白号那小杂种的笔迹 你要多琢磨一下 争取尽快融会贯通后 炼制出十一色火 让老祖 对你更重视一些 阁楼中 蔡夫人似有些心绪不宁 叮嘱道 这样的话 老祖那里才会坚定想法 同意为你开启祖地啊 祖地内 供奉着白家的 唯一一份天然魂 一旦祖地开启 所有族人都可以进入 那天然魂 虽说是谁能得到 就是谁的 可老祖若内定给你 那么你进去 也只是走一个过场 让其他直脉 无话可说而已 最终必定是你获得 一旦 你获得了天然魂 就可向家族 换取五行天兽魂 从而结阴 毕竟家族这么大 虽有五行天兽魂 可盯着人的太多 就算是你父亲 也无法直接给你 蔡夫人看着眼前的白旗 再次盯住 她渐渐听出了大意 这白旗的确是白家的天骄 具备不俗的恋魂师资质 如今虽不是黄品 可似乎对于炼制十一色火 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 甚至白家老祖都越发重视 与白小纯当初获得的信息对比后 这白家看来 的确是打算让白旗 去争夺明皇继承人的身份 毕竟这种恋魂资质 在恋制自身原因上 成功的几率自然会大一些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白旗成为原因 只不过白家家族太大 各个族脉需要平衡 无法直接给白旗五行天兽魂 于是在蔡夫人与白旗父亲的运作下 有了所谓的祖地试炼之事 这试炼内 有白家唯一的天人魂 哪个族人能获得 都可用此天人魂 换取五行天兽魂 且暗中只要能内定了白旗 那么自然没有意外的 会被白旗获取 且其他之脉 也都说不出什么了 只不过 这里面的重点 还是那位白家的天人老祖 同意才可 但白小纯也听出来了 那蔡夫人的语气 似有不小的把握 可以说服天人老祖 这是为了白旗 要开启一次祖地白小纯听到这里 怦然心动 此事对他而言 是一个机会 别人获得天人魂 只是象征意 要去换五行天兽魂 可我不一样 我可以直接就融合 白小纯抿了下嘴唇后 咧嘴一笑 双眼开始冒光 就在这时 忽然的 阁楼内的蔡夫人 面色皱得一变 从储物袋内 拿出了一枚玉剪 这玉剪是命剪 此刻碎裂开来 徐海死了 白旗也愣了一下 猛地抬头看向那遇见 徐海 就是被蔡夫人 派去灭杀白号之人 她知道这徐海的修为 虽不如自己 可怎么说也是杰丹 一个杰丹修氏 居然在去击杀柱 姬修氏时陨落 此事不同寻常 这怎么可能 那小杂种 只不过住击而已 难道难道是你父亲蔡夫人 面色苍白 惊慌起来 母亲不要惊慌 徐海不可能是白号所杀 也断然不会是父亲那里 若我判得没错 那小杂种在外面 有了一些造化 有人相助 这徐海 就是相助他之人所杀 白旗目中露出寒光 敢插手我白家之事 不管是谁 胆子太大了 白小春在阁楼外 摸了摸鼻子 她的火分身那里的事情 她有感应 实在是她也没想到 那徐海居然这么不禁折腾 搜魂刚结束 居然就魂飞魄散了 此刻阁楼内 蔡夫人听到白旗这么说 勉强平静下来 她不怕白号外面有人相助 她最担心的 还是自己夫君的插手 可仔细回想后 她也判断出了 自己夫君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不管如何 这白号都不能留 夜长梦多 蔡夫人忧心道 母亲放心 大不了等老祖开启了祖地后 在那祖地里 我亲自出手 将其灭杀就是 我就不信了 在那里 她的那些相助之人 莫非还能跟着进去 白旗抬起头 冷笑开口 也好 我和你父亲商议一下 争取这几个月内 就可以让老祖同意 祖地开启之事 蔡夫人没有主意 看到白旗的自信 她也松了口气 点头说道 阁楼外 白小纯听着这一切 心底冷笑一声 越发看着母子二人不顺眼 祖地开启吗 也好 那么就所有事情 在那祖地里 一次性地解决 白小纯打定主意 又继续听了一会 这才转身一晃 消失无影 随着两具分身的归来 北区乌社内 白小纯双眼猛地睁开 我的高调形势 总算是试探出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收获 倒是一个好消息 祖地把白小纯心跳加速 一想到在那里 自己可以获得第四个天人魂 她就忍不住激动起来 笔记 天人魂 在那祖地内 都可以获得 白小纯想到这里 又皱起了眉头 不过我也要提前准备好才是 一旦在那祖地内动了手 必定惊动整个白家 所以要确保自己的安危 白小纯沉吟中 走出乌社 抬头看着天空 她能看到 在这白家内 存在的这层阵法 沉默少请后 白小纯忽然向前一步走出 瞬间她的身体 就如分解一般 刹那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白家的家族之外 那种难受的感觉 依旧存在 可却轻微了一些 白小纯深吸口气 再次一步走出 又穿梭阵法 出现时 回到了北区 不死竟可以穿透辞阵 不过仅仅是这样 还是不太稳妥 需要双管齐下才安全 白小纯沉吟后 在接下来的几天 时常在无人时 研究着白家的阵法 试图找到一些可用之处 只是白小纯对阵法本 就不算太了解 且这里是蛮荒 他知道的一些破阵之法 大都是需要 通天和范围内的手段与物品 如今在这蛮荒中 他不具备这些条件 只能用蛮荒的方法 此时要问问周一新了 白小纯想到这里 立刻就给周一新传音 让周一新想办法 使得白家的大阵 出现一些隐患 此刻的周一新与李峰 二人都居住在了聚鬼城 因不合 自然也不会居住在一起 当他接到了白小纯的传音后 本是激动 可一听 居然是让自己想办法 破坏白家大阵 周一新就傻眼了 做不到啊 白家那样的家族 他们的守护大阵 老厉害了 我做不到周一新苦笑 回复后 他犹豫了一下 前段日子他看到李峰 见到对方神色那很是得意 他暗中猜测 或许是白小纯这边 给了李峰什么任务 且李峰完成的很好的样子 于是着急了 狠狠一咬牙 白小纯看到了周一新的回信 也皱起眉头 正要去问问李峰时 周一新那边再次传音 白大师 我只有一个办法 可花费巨大 但一定能成 只要有煞魂钉 而且需要的数量 至少也要100枚以上 从内部固定后 就可以借助煞魂钉之力 让其在特定的时间同时爆开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白家阵法碎裂一丝 不过只能维持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会自行愈合 只是这煞魂钉很是昂贵 我这里买不起周一新赶紧传音 将自己所知道的禁数说出 琢磨着 这可不是自己没办法 实在是煞魂钉太贵了 白家北区 白小纯一听周一新的回复 立刻就眼睛一亮 对他来说 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让他这里在逃走时 多一些把握与准备 一切都值得 于是立刻传音周一新 与他约定了一个地方相见后 白小纯散出自己的一具分身 带着除物袋 离开白家 很快的 周一新与白小纯的分身 就在约定的地方相见 刚一见面 还没等周一新开口 白小纯就一拍除物袋 直接扔出了一个单炉 这单炉不是特别大 可也不算很小 砰的一声 落在了周一新的面前 看得周一新一愣 拿着 去买煞魂钉 白小纯袖子一甩 豪气地开口 周一新迟疑了一下 上前看了一眼后 他面色一变 猛地吸气 立刻打开单炉盖 当看到这里面 装着满满的通天河水时 他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这只周一新脑海瘟鸣 感受着单炉内的 通天河水的灵气 他浑身颤抖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看到过 这么多的通天河水 更是知道 这一单炉河水 拿出去贩卖的话 价值之大 难以形容 够不够 白小纯得意地开口 这些只是 他那大桶内的一半而已 够了 太够了 周一新激动地颤抖 多买点煞魂钉 再给我买些好的 传送符与冤魂 白小纯叮嘱一番 这才大摇大摆地离去 周一新看着白小纯的背影 越发地觉得 这白大师高深莫测 随手就拿出 这么多通天河水 这种手笔 可非寻常人能做到 对于自己 跟随着白大师的念头 在他心中 更坚定了 周一新在巨鬼城 采购煞魂钉之事 短时间难以完成 毕竟煞魂钉这种法宝 量少的话 能买到 可若是大量 就需要花费时间跟精力了 周一新毕竟对这里不熟 他迟疑之后 只能找到了李峰 一番交谈后 李峰也不敢捣乱 这毕竟是白大师的任务 倒也配合 发动自己的关系 与周一新一起搜寻煞魂钉 因此是 二人的不目 也都缓和了不少 而白小纯这里 在等待的过程中 在这白家也低调下来 平日里几乎不外出 而是在他的巫舍内 修炼不死长生工 可惜在这蛮荒中 他丹药无法补充 好在储物代内 还遇留了不少 他当初在长城 身为万夫长时的克扣之物 所以无法让他提高太大 可他的不死精 已经几乎大成 按照白小纯的估算 自己的这些丹药之物 应该可以支撑 自己不死精彻底圆满 要在进入阻地前 让我的不死精大成 触摸第三层之不这样的话 我的小命才更安稳 白小纯下定决心 在这修行之余 也将自己的涌夜伞 练临到了十一次 练临十一次之后的涌夜伞 模样已经改变 虽还是伞的样子 可看起来 仿佛成为金铁之物 通体漆黑不说 更是有浓郁的煞气散出 就连伞布也都成为了金铁 骑上的鬼脸 越发的猙獰诡异 可惜缺少魂啊 白小纯叹了口气 如果他的魂足够 他恨不能将自己的衣服 都练临十一次 可眼下 却是无法做到 毕竟他还需要魂 去尝试炼制十二色火 这种消耗 就算是 他将自己的分身 全部暗中派出 四下搜魂 再加上周一星 与李峰那里 也都只能勉强支撑而已 毕竟哪怕用通天河水去买 可以经不住 白小纯这里的消耗 好在对于炼制十二色火 因白号的笔迹触动 白小纯已经明误了很多 否则的话 白小纯都打算去卖魂药了 这段日子 他除了修炼外 就是在脑海里 研究十二色火的配方 阴魂不多 他不敢轻易尝试 只能在脑海里推演 确定自己的把握很大 到了必须要去实验的程度后 他才准备去炼制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半个月 白小纯的不死长生功 越发精进的同时 他对于十二色火的推演 在脑海里 也已到了瓶颈 看来需要炼制一次了 白小纯沉住呼吸 看了眼自己的魂塔 这里面累积的冤魂 只能支撑他炼制三次 纠结一番 白小纯定下心来 让自己的面具 可以掩盖多色火的气息后 开始炼火 随着冤魂一一飞出 白小纯手中的火焰 也从一色火直接攀升 很快地就到了十一色后 白小纯紧张起来 他很担心失败 一旦失败 损失极大 此刻定气凝神 让自己平静下来后 这才谨慎地尝试炼制十二色火 随着大量的冤魂 不断地被这十一色火融合 白小纯越发凝重 速度也都缓慢下来 甚至他隐隐觉得 自己的心神有些无法支撑 火焰不稳 似要出现熄灭的征兆后 白小纯立刻就散出一个分身 与分身一起 同心协力 开始炼制 以自己的分身来配合 这正是白小纯这段日子 在脑海里构思的方法 且他也发现了 两个分身的话有些多余 毕竟怎么说 也都是一心二用 一个分身正正好好 此刻在分身的相助下 白小纯的十一色火 在这融合中稳定下来 时间流逝 一个时辰后 当白小纯完成了所有的步骤后 这散开四周的火海 已经出现了第十二种颜色 白号说得非常正确 火只是一种表现而已 不是实质存在 白小纯立刻感到惊喜 他深呼吸后 明白自己如今 已经算是就要成功了 这片火海 眼下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演变成两份中品魂药 而只要将这片火海凝聚到一起 就算完成了最后一步凝聚成火 连他也没想到 自己这一次炼制十二色火 居然这么厉害 一次性就成功 哈哈 我白小纯果然是个天才 白小纯激动 右手抬起猛地一捏 要将这片火海 凝聚成一团十二色火 可就在这时 意外突现 那片火海在收缩中 居然直接狂暴起来 随着狂暴 一股让白小纯都面色大变 几乎魂飞魄散的恐怖气息 从其内似要爆发 仿佛要化作风暴 横扫八方 这可是十二色火呀 一旦爆开 必定惊天动地 吓得白小纯尖叫一声 若是换了其他练魂师 就算也是黄品 此刻也必定来不及去阻止 可好在白小纯这些年来 对于炸丹炉一类的事情 已经有了准备与警惕 这种事情 在他看来 就是炸丹炉了 此刻虽心惊肉跳 可反应却极快 又手猛地松开 掐绝之下 寒气更是散出 双手抬起 向着这片不稳的十二色火海 猛地一压 这一压之下 终于将这片火海的崩溃压下 火焰慢慢熄灭后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两份流光四溢的中品魂药 其他人看到这两份中品魂药 必定高兴 可白小纯却哭丧着脸 呆呆地看着这两块中品魂药 很是沮丧 我不要药 我要火呀 怎么会这样 白小纯用力地抓了一下头发 回想自己之前的一切步骤 觉得自己没错啊 可为何最终可以成药 却不能成火 尤其是想到 之前那十二色火海内 传出的恐怖之力 白小纯就心有余悸 难道我炼药时 经常会炼制出意外的习惯 在我炼火时也会出现 白小纯身体猛地一颤 睁大了眼 心中更惊朗 半赏之后 他看着魂塔 纠结起来 琢磨着 要不要继续尝试一下 这样的话 才可以更准确地 把握自己出错的地方 半赏后 他一咬牙 再次取出冤魂 开始炼制 当又炼到了十一色火时 白小纯犹豫了 不能在这里了 白小纯眼珠一转 收了分身与十一色火 拿着魂塔立刻外出 这一次 而是趁着夜色 悄悄地去了东区 在这里就算是出了意外 我也不会心里不安了 白小纯干咳一声 在这东区 找了一个没人注意的假山 在里面弄出了一片地方后 又布置了阵法 这才深吸口气 小心翼翼地取出十一色火 散开一个分身 配合着 开始向十二色 偷偷炼制起来 此刻夜深人静 而多色火的威压 又被面具之力隐藏 使得外人就算是站在假山旁 也都难以察觉 没有人知道 在这假山内 此刻正有什么样的力量 白小纯很紧张 她的分身额头也都流汗 在这配合下 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顺利 直至一个时辰后 当散开的火海内 出现了第十二种颜色 只要是凝聚成一团后 就可成火石 白小纯呼吸都停住了 这次应该可以把 白小纯期盼地眨了眨眼 小心翼翼地将那片十二色的火海 慢慢地收拢 凝聚在手心中 可就在这时 突然地 从这片火海内 再次爆发出了那种不稳的波动 一股狂暴之力 在其内冷地散出 似要形成风暴 而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也再次与白小纯心神内滋生出来 吓得白小纯险些再次尖叫 想要去调整 可这一次的狂暴 比之前还要强烈 白小纯不去调整则罢 刚一调整 顿时这片火海 就轰鸣起来 带着毁灭一切的疯狂 向着四周骤然扩散 白小纯尖叫中 头皮都要炸了 她猛地一步退后 展开不死尽之力 身体瞬息分解 消失无影 在她消失的瞬间 火海猛地爆发开来 轰鸣间 直接将她之前所在的地方 彻底淹没 连同这假山 以及四周的一切 都被吞噬 这吞噬诡异 只是一刹那 火海就消失无影 可紧接着 在白家上空的苍穹 居然在这黑夜里 直接成为了红色 似有无数红色的云层凝聚 引起了白家的惊乱 可还没等白家反应过来 那云层内 传出轰隆隆的如天雷之音 紧接着 让所有人经步的一幕 出现了 一片片火雨 竟从天而降 这火雨惊世骇俗 骤然落下 直奔白家而去 火焰漫天 几乎将天地 都映照得一片火红明亮 整个白家都震动起来 阵法更是全面展开 阻止火雨降临 与此同时 在这深夜内 整个白家几乎所有人 都被这一幕惊动 纷纷走出 在看到这如同 漠世一般的苍穹火雨后 惊呼声 哗然声 骤然爆发 这这是什么 难道有嫡席 天啊 居然下了火雨 轰轰之声撼动 苍穹大地 那火雨内的温度 无限地接近十二色火 此刻降临下 白家的阵法扭曲 全力展开中 一道道身影 也从白家城池内飞出 骇然无比地看着这一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旗也在人群内 此刻心神震撼 连连吸气 还有蔡夫人 也从阁楼内走出后 被眼前这一切 弄得目瞪口呆 十二色火 这是十二色火 这怎么可能 天降多色火 还有白家各个之脉的天骄 此刻都一个个呼吸急促 惊疑不定 在这所有人的神色大变中 远远看去 整个白家几乎都陷入到了火海内 而此刻 在白家城池外 白小春也傻眼了 他呆呆地看着白家的方向 清晰地看到 随着天空不断地下着火雨 白家已经被埋在了火海之中 这不怨我 我不是故意的白小春有点心虚 头皮有些发麻 他不敢耽搁 咬牙之下向前一步走去 再次展开不死境 趁着此刻白家大乱 回到了北区 就在白小春回到北区的瞬间 白家的阵法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如此多的火雨 眼看就要摇摇欲坠 就在这时 突然地 一声声怒吼 从东区猛地传出 随着吼声的回荡 至少有七八道身影 呼啸而出 这七八道身影刚一出现 原因修为就漠然爆发出来 正是白家的原因阻挠 这七八人分别坐镇阵法的八方 全力支撑 使得那阵法慢慢平稳下来 这一幕 让白小春不由择舌 更紧张了 在这北区 他心惊肉跳地 看着那层阵法外的火海 愁眉苦脸 应该没人知道是我干的吧 白小春眼珠转动 舔着嘴唇 心底也在发愁 他也没预料到 自己只是练个火而已 居然会这么恐怖 就在他这里忐忑时 更是从东区内 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衣着华贵 相貌不怒自威 此刻阴沉无比 全身上下 更是透出阵阵身为 上位者的威压之意 修为原因中期的样子 很是不俗 随着走来 四周所有看到他的族人 都神色变化 立刻低头拜见 见过族长 这中年男子 正是白昊的父亲 白家这一代的族长 他抬头看着阵法外的苍穹 看着那依旧 还在不断落下的火雨 面色更为阴沉似水 他双唇微动 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一声带着沧桑的冷哼 直接从这白家城池的地底 猛地传出 这声音超越天雷 直接撼动了天空的云层 似与这天地在这一瞬间 融合在了一起 天人合一 天就是他 他就是天 散 只是一个字 苍穹轰鸣 那赤色的云层 居然直接崩溃 轰鸣中 化作了无数残云 好似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直接横扫抹去 很快的 苍穹的云层就消散开来 白小淳在北区 也听到了这个字 更是感受到了一股 强悍的神石 直接取代了天一般 笼罩八方 这感觉 让他瞬间汗毛耸立 天人 白小淳一哆嗦 将自己的气息 再次隐藏了一下 而那火雨 也如无根一样 渐渐少了 在整个白家的 全部出洞下 使得阵法之力 全面开启 终于将那恐怖的火海 阻挡在外 没有将白家殃及 竟以十二色火化 做手段 来洗我白家 此事查下去 老夫倒要看看 这是谁的手笔 地底内 白家天人老祖的声音 带着阴冷 更有一股霸道 漠然回荡 白家城内 几乎所有人 都心神震动 尤其是那些族人 更是目中露出狂热 全部跪拜下来 齐齐乘势 白旗也好 蔡夫人也罢 还有那些族佬 都是这样 就算是那位白家的族长 此刻也都神色肃然 虽没有跪拜 可却抱拳 向着大地深深一拜 抬头时 她的面色很不好看 袖子一甩 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猛地传出 邢堂 法堂 以及各位族佬 传我命令 发动全族之力 清查此事 这一夜 白家几乎所有人 都无心休息 在白家几个族佬的带队下 邢堂以及法堂的所有人 都在彻查一切 先是从内部开始查 很快地 就查到了白小纯 之前所在的假山 虽看出了那里是源头 可却找不出什么痕迹 但这彻查 依旧还在展开 尤其是对内 更为严格 白小纯心惊胆战 知道自己这一次闯祸不小 可以想到这里 不是逆河宗 且白家对自己 托儿的冷漠与残害后 她就觉得自己 似乎也没做错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的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 白小纯干咳一声 在自己的屋舍内 很快地 一夜过去 可这彻查之事没有结束 直至持续了数日 白小纯这里也被搜查过 最终整个白家一无所获后 此事成为了悬案 白小纯知道 这段日子风投井 也不敢顶风炼火 不过在心中的推演 却是从来都没结束 她不断地思索 自己失败的原因 居然会下天火 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不过这天火威力不小的样子 这还只是十二色火 若是达到了十五色火 这白家估计也要灰飞烟灭 白小纯一方面对着天火心动 另一方面 则是发愁自己失败的原因 在屋舍内 在这不断地推演下 她分析了所有的可能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五天 她的面容有些憔悴 眼眶也略有凹陷 脑海的推演 已到了极致 按道理来说 不可能会失败 且之前的过程都很顺利 唯独在最后成火时失败 这很不对劲 偏偏凝聚魂药可以成功 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呢 白小纯狠狠一抓头发 子子细细地一步步详细地推演后 她在这一天赏午 忽然身体轻轻一颤 猛然抬头 呼吸略有些急促 双眼露出精芒 难道是我的分身 白小纯想了所有 最终将最大的可能 锁定在了 自己展开分身 与本尊一起去炼制十二色火上 如果原因出自分身 那么一切 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我的分身是天人魂凝聚出来 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具体都有什么神通之处 难道真的是因为分身 白小纯越想越有可能 迟疑之后 她索性留下了一具分身 本尊暗中离去 哪怕她知道 此刻风生紧 可若不去验证一下 她心头痒痒的像猫抓一样 为了验证这一切 是否与分身有关 白小纯一路急迟 远远地离开了白家的势力范围 直至确定了无碍后 找了一处深山 开始再次炼制十二色火 这一次 她没有动用分身之力 而是拼了全力 依靠自身 完全按照以往的步骤 尝试一番 虽过程中有些艰难 吞下灵液 来使得自身的精力消耗 得以补充 更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这才在筋疲力尽 甚至头脑都胀痛下 成功地将十二色火 从火海中凝聚到了手心内 成火之后 白小纯全身汗如雨下 兴奋的同时 更是大口喘着粗气 一切步骤 都与之前没丝毫区别为毒 没有动用分身协同炼火 如此看来 果然是因为分身 分身原为天人魂 如同以魂来炼魂为火 所以才有天火一变 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白小纯立刻激动起来 她目中冒光 咧开嘴 笑容满面 这么说来 我岂不是自创了一种 炼魂神通 天火神通 我都不敢相信 我居然这么厉害 白小纯激动无比 站起身时 虽因精力消耗太大 使得她头晕目涨 可那种振奋的情绪 却是强烈得很 我白小纯 竟可以自创神通 这可是开山老祖 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白小纯仰天大笑 越发觉得 自己实在是太出色了 不由地陶醉起来 又想到陈鹤天 在长城上放弃自己之事 白小纯立刻就觉得 失去自己 是星空道 集中最大的损失 哼哼 总有一天 我要让陈鹤天 后悔荡日的决定 让星空道集中 也都后悔白小纯 意诸激动兴奋之情 盘膝坐下 恢复一番后 这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准备回白家 归程顺利 没有遇到什么意外 毕竟白小纯始终 都将一具分身 留在白家北区 也就没有引起 什么可疑之处 数日后 周一新那边 也终于在李峰的配合下 购买到了足够的 煞魂钉 以及传送符 那些煞魂钉 白小纯仔细地 研究之后发现 这是一种 他所不了解的魂的运用 且凝聚煞魂钉的魂 都很特殊 煞气极重 这些煞魂钉 白小纯琢琢磨了下 觉得如果现在就去布置 时间长了 布置的煞魂钉 有被人发现的风险 于是打算等 进入阻地前 再去布置 这样的话 最为稳妥 在等待之余 白小纯一方面 琢磨十三色火的炼制 另一方面 则是在北区的巫舍内 修行自己的 不死长生宫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一天黄昏 白小纯正盘膝打坐 冲击体内最后一些经脉 要将这不死长生宫第三层 不死经彻底大成时 忽然地 他神色一动 抬起头 看向房门 在他的临时中 他清晰地察觉到 远处正有三道长虹 静止奔自己这里而来 那三道长虹内 是三个中年男子 衣着黑色 在胸口位置 袖着日月 这种装扮 只有行堂之人 才可穿着 三人的临近 在这北区 立刻就引起了 很多人的关注 北区之人地位卑微 此刻一个个 都很是害怕 鸦雀无声 这三人神色巨傲 更有嫌恶之意 似觉得 此地如同白家的毒瘤 很是肮脏 很快地 他们就到了 白小纯的居所外 白昊 出来 在这居所外 这三位行堂族人中的一个 不耐烦的冷声开口 乌射内 白小纯心中一跳 难道被发现了 不可能啊 白小纯迟疑中 身体瞬间重叠 没有亲自前去 而是从他体内 走出一个分身 脉部间 踏出乌射 而他的本尊 此刻气息完全消失 外人已感受不到了 眼看白小纯走出乌射 那三个行堂族人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之前开口之人 再次传出话语 走吧 族长要见你 三人没在多言 四不愿在这里久留 转身就走 白小纯目光一闪 沉默中 迈步跟随在后 族长见我这白浩的生父 见我有何事呢也好 借此机会 可以去看看白浩的父亲 对白浩 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白小纯一想到 自己是分身前去 就觉得稳妥了好多 内心笃定后 随着三人直奔远处 一路那三个行堂族人 没有与白小纯说话 那种骨子里的巨傲 以及轻蔑 白小纯能感受得出来 内心冷笑 心中一样自傲 大有一种对方是家巧 不识自己真龙的傲然 等我露出修为 准保吓死 你们三个 白小纯神似飘忽中 很快地 就随着三人到了西区 此地与东区不同 安静很多 平日里来人也少 大都是女眷所在 白小纯一看尽到了这里 心底也有惊讶 纳闷中 渐渐到了西区角落里的 一处宅子外 这宅子不大 可以看到 里面有几间屋舍 四周环绕着院子 地面很多杂草 显然是很久没人居住了 一股荒凉之感 很是明显 进去吧 组长在里面等你 到了宅子外 这三位行堂族人 默然开口 转身就走 白小纯目光微闪 隐隐感受到 在这宅子内 的确有一个 似有若无的气息存在 这种气息 以白小纯的修为 立刻就判断出 那是一个原因中期的修士 在这里见我 难道要杀我 白小纯一惊 可想到自己这是分身 一旦出现意外 本尊那里 也可以及时应对后 他这才思虑中 上前推开了宅子的大门 白昊 为师可是为了你 这才走入这等险地 我要看看 你父亲对你 到底是何种态度 白小纯在走入宅子的瞬间 就看到了在院子里 有一个男子的身影 正背对着自己 在这男子的身边 有一口哭惊 他似乎在看着那哭惊 此人头发中有些白丝 虽看起来是中年 可显然也有些苍老了 而那修长的身影上 此刻透露出的 却是一股肃杀之意 整个院子在这肃杀中 显得很是压抑 仿佛风雨欲来一般 白小纯目光 落在这男子的背影上 又挪开看向四周 这一看之下 他愣了 院子内的杂草不少 可却掩盖不住 散乱在四周的一些 用木头钉在一起 做成了一些孩童的玩具 有小木马 木人 以及几个波浪鼓 那些玩具 很是巧妙透着秀气 看起来不像是男人所做 更像是母亲 为了自己孩子 做出的玩具 还有一些 已经残破的小孩子穿的衣服 被散乱地扔在了四周 这一切 让白小纯的内心 不知为何 生起了一股 难以形容的感觉 他虽不是白浩 面貌也是面具变化出来 可却在看到 这些小孩子的玩具时 心底出现了一些 如同真正地 化作了白浩般的感觉 这里难道是 白浩长大的地方 白小纯站在那里 凝望着这些玩具 体会着 白浩看到此情此景 可能的一些情绪 心下七七 我听齐儿说 你在家族的炼灵 魂药 以及炼火榜上作变 就在白小纯这里心底复杂时 那背对着他的身影 缓缓开口 声音冰冷 似乎没有半点情绪波动 语气冷漠 如在与一个陌生人谈话 偏偏又有训斥之意 如主人 在训自己的奴仆 白小纯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此刻心中轻叹 白浩 这就是你的父亲吗 这已经不是你首次了 你不求上进也就罢了 偷取其二对十五色火的研究 也就罢了 如今还要作变 冰冷的声音 如寒风吹过 这白家的组长 白浩的父亲 转过来身 神色冷漠 面无表情 全身上下散出的气息 如同寒冰一样 看向白小纯时 如看陌生人 淡漠开口 这一句话 白小纯就明白了 白浩死前 应该是说出了自身的炼火资质 想要去获得其父的认同 可显然他太天真了 这白家的组长 根本就不给白浩丝毫的机会 或许一切事情 这白家组长是懂的 可却依旧如此 此事让本座蒙修 更是触犯家法 按照家规 应收回你的修为 罚你入魂吃十年 可本座念你流着白家之血 饶你一次 可若再有下次 那么我将亲自出手 清理门户 白家组长墓中 已有了一丝杀鸡 声音如隆冬之风 让白小纯这里 替白浩心寒 看了眼白小纯 这白家组长似 有些不满意 白小纯这种沉默的样子 他皱起眉头 墓中闪过一丝憎恶 右手抬起指向身边的枯紧 你娘当年就是死在这里 她生是婢女 死也是婢婚 命运就是顺从 而你身为数字 我希望也能学会 顺从 你懂了吗 白家组长背着手 但莫开口 我不懂 白小纯猛地抬头 在这白家组长 指着那口哭紧后 他心中的怒意 此刻已有些压制不住 第593章 冷酷白负 白小纯内心的怒火 此刻早已燃烧 他同情白浩 更心痛白浩 这一切 他说是不懂 可他岂能不懂 结合自己所了解的事情后 一切真相 此刻早就已经浮现在了 白小纯的脑海里 白浩的炼火资质 这白家组长 或许曾经不知道 可当白浩给了他 十五色火的配方后 他岂能不知 他知道白浩的炼火资质 他更是知道 白小纯这里不是作弊 这一切 他都明白得很 身为原因中期修士 更是白家组长 在这白家内 他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轻而易举 甚至白小纯此刻 也都明误了 哪怕白浩被追杀之事 这白家组长 也都是知晓的 可显然 他丝毫没有去理会 更是放任 而关于白浩的一切 他更是强行否定 将其全部生生地 嫁接到了白旗的身上 目的就是让白旗那里 可以飞得更高 哪怕这代价 是白浩的死亡 可明显的 对这白家组长而言 白浩如同蝼蚁 甚至连蝼蚁都不如 至于这次的谈话 为的就是让白浩这里低头 不要在这关键的时刻去捣乱 甚至那墓中的杀鸡 让白小纯更是明白 这白浩的父亲 已有了杀他之心 还有就是 选择此地作为谈话的地方 其目的已很清晰了 就是要让白浩这里 知道什么叫做顺从 顺从 可活 不顺从 则死 以白浩生母死亡之地 作为谈话之处 这一切的恶毒 白小纯站在旁观者角度 都看不下去了 岂能不怒 哪怕他收白浩为弟子 当日有些简单随意 可这一刻 白小纯深切地感受到了 白浩内心的郁郁酸楚 与沉重的苦涩 他对于收下白浩为弟子的想法 此刻无比认真 白小纯的性格 看似怕死 可他的骨子里 却是有一股义气 朋友生死危机 他哪怕颤抖的恐惧 哪怕害怕的流泪 也都会咬牙怒吼着 不顾一切地转身冲过去 同样的 一旦他将白浩真正看成了自己的徒儿 那么白浩的委屈 他不会漠视 这就是他矛盾的性格 隐藏在怕死下的烈火 眼下 这白家的族长 如此冷漠 无情至极 这一切 让白小纯为那奢求着期待着 可以获得父亲认同的白号 很是不值 你说什么 白家族长闻言 目中刹那间 就有寒芒骤然掠过 修为更是散出 化作了杀鸡 如同乌云盖顶 形成了风暴 卷动四周 好歹也是你的骨肉 虎毒不四子 而你白小纯 怒视白家族长 一字一顿地愤然开口 放肆 白家族长怒喝一声 声音如天雷 轰鸣四方 他的眼中杀鸡更为强烈 向着白小纯一步步走去 随着他的临近 风暴眼看 就要爆发 白小纯盯着白家族长 若是对方出手 哪怕影响了自己获得天然魂 可白小纯也顾不得了 这口气 他要出 可就在这激烈的一触即发中 突然地 向着白小纯走来的白家族长 却脚步一顿 皱起眉头 从储物袋内 取出了一枚玉剪 神石扫过后 这白家族长面色一变 目中露出喜悦 随后厌恶中 狠狠地看了白小纯一眼 如看死人一样 四枚功夫 去过多理会 转身一晃 急速离去 临走前 他的声音依旧冰冷 回荡院子内 别自己找死 白小纯抬头 看着白家族长远区的身影 转头默默地看向四周 神色中满是复杂 半赏之后轻叹一声 白号啊白号 你若有灵 能看到这一切吗 白小纯将这院子里那些残破的衣服 快要腐朽的玩具 一一收了起来 最终看向那口枯竭 他能感受到 在那井内 已经没有骸骨了 许久 白小纯默默离开了西区 回到北区 而此刻 在白家的地底 存在了一处巨大的地宫 在这地宫中 白家的族长 正恭敬地向着一扇大门 弯腰深深败下 没有起身 而是等待 伴上后 从这大门内 传出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 这声音虽轻 可却带着威压 似融入天地间 每一个字 都可引动天地变化 你之前说的事情准了 多谢老祖 白家族长四很激动 却强自抑制着 更深地败下 他知道 老祖所说的准 指的不仅仅是 同意开启一次祖地 还包括了 同意白旗获得天人魂 祖地的开启 自然不可能 只有白旗一人踏入 而是这一代的白家族人 原因以下 都可进去 毕竟白家这么大 身为老祖 要平衡其他之脉 这等于是 给了所有人一个说法 不过暗中 也自然有方法 让能获得天人魂的人 你回去吧 时间就定在一个月后 半晌 大门内 白家天人老祖的声音 再次沙哑地传出 白家族长生吸口气 这才恭敬地离去 很快的 有关祖地开启之事 在这白家内就传了开来 所有符合要求的白家族人 在听说了此事后 都立刻心动 尤其是听到这祖地内 甚至还有天人魂存在后 立刻就让那些织脉的天骄 以及认为自己 可以去一争的骄子们 黄热起来 祖地开启 是大事 这种在祖地内的试炼 更是大事中的大事 整个白家 在这轰动中 太多族人 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蔡夫人那边 喜悦地看着这一切 对于自己的儿子白祺的未来 充满了憧憬 白祺一样如此 她自然会守口如瓶 不说出内定之事 看着那些知脉的自己的竞争者 一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 她内心冷笑 更有鄙驳 天人魂 只属于我 祖地一个月后开启之事 白小纯知道的略晚了一些 这还是因此事太大 众人议论 她这才知道了准确的时间 还剩下大半个月 白小纯眸光微亮 输了口气 一样期待起来 因为她 已经在这白家受够了 那种压抑的感觉 让她觉得自己 若是再不抱一次 恐怕就憋们地吐血了 为了白昊 也为了我 这一次祖地内 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 在那祖地内 或许危险不是特别大 可白小纯明白 虎口夺食不难 难的是被虎追杀 只要自己在祖地内一动手 从那一瞬开始 自己就处于生死危机之中 她要在那一瞬到来前 尽可能地做好准备 这样的话 才可以让自身的安全 最大程度地得到保障 到时候蛮荒这么大 我倒要看他 那白家的天然老祖 能追杀我 多长时间逼急了我 爆了魂塔 白家与其他两大家族 平衡打破 他白家老祖 还敢不敢继续追杀 而除了白家老祖外的 其他白家族人 就算是原因想要杀我 岂能那么容易 白小纯虽有些紧张 可以打定了主意 一旦得手 立刻远钝 况且 我就不信 白家没有敌人 白小纯目中 闪过一丝寒光 闭目继续修行 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小纯这里 如被人忽略掉 而她也几乎足不出户 在储物袋内的那些丹药 快要消耗殆尽时 终于在这一天 她的不死精 最后一条经脉 彻底修行结束 完全大成 在这不死长生宫第三层 不死精大成的瞬间 白小纯体内嗡名 哪怕是穿着衣服 可身体内的经脉 在这一刻 全部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穿透了衣衫 显露在外 与此同时 她脑海更是轰鸣不断 那种身体上明显地 压着一座大山的感觉 清晰地出现了 那是稚骨 身体的第三层稚骨 这是再次触摸到了稚骨的感觉 这种稚骨 白小纯恨不能马上将其冲破 而一旦冲破 那种崩溃了大山的感觉 必定让它如蜕变一样 达到更高的境界 可白小纯明白 想要突破稚骨 需要等自己原因的那一瞬 借助惊人之力 才可做到 当年不死长生宫第一层 第二层 就是以这种办法 在触摸稚骨一段时间后 借助秀伟的攀升去突破的 白小纯双眼一闪 心神一动 看似坐在那里 可在房门旁 她出现了第二个身影 这不是分身 而是速度的再次提高 形成的残影 那残影 没有如以往那样很快消散 而是停留了几个呼吸才消失 不需要过多去尝试 白小纯就已经判断出来 自己的速度 已经再次突破了 她此刻也不知道 自身的速度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可她明白 如今的自己 就算是天人要来杀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死皮 重点是防火 不死金刚 重点是力量 不死金 爆发的是我的速度 那么 不死长生宫的第四层 不死骨又会是什么 白小纯想到这里 不由地期待起来 只是可惜 不到原因修为 很难修炼 且这蛮荒资源太少 不死骨的消耗 估计是不死金的 很多被白小纯有些发愁 伴赏之后定气宁神 巩固自己大成的不死金 在白小纯这里修炼的过程中 距离白家祖地开启的时间 已越来越近了 与此同时 一场白家的祭祖盛典 也在筹备 按照白家的族规 每一次祖地开启的前一天 都会进行一场祭祖的盛典 这圣典中 所有白家的血脉族人 都需到来 一起祭祖后 会有祖老出面 对族人考核 且对于那些成绩优良者 会有赏赐 甚至在这过程中 还有邀请一些 其他家族的人来观礼 很是隆重 就算是鬼王城的巨鬼王 也都会安排人来观礼 毕竟祖地轻易不开 如今距离上一次开启 已有了一段岁月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祖地开启的前一天 祭祖盛典 于白家城四区中心的祖祠内 展开了 这一天 巨鬼城范围内的 其他两大恋魂家族 也都派了族人前来 巨鬼王那里 也是如此 整个白家一片热闹 而那中心祠堂的区域 更是如此 巨大的广场中 树立着一扇巨大的石门 这石门上面 雕刻着一个中年男子 神色威严 似低头俯视大帝 此人 正式开创了整个家族的 第一代白家老祖 在这祠堂四周 此刻密密麻麻 所有白家血脉族人 足有上万 全部到来 甚至地面上已无法容纳 在这四周的半空中 也漂浮了无数的暗机 使得众人环绕 看起来很是壮观 最靠近祠堂的位置 白家的祖老 一个个都带着笑容 有的盘膝而坐 有的则与其他家族来临的 同辈之人相互谈笑 都在等待祭祖开始的一刻 不远处 蔡夫人与一群女眷 单独有一处区域 彼此阴声艳语 引来无数目光 人群内 白旗如星辰一般 很是显眼 她坐在靠近祠堂的位置 四周簇拥着大量的族人 此刻 正与其他两个恋魂家族 到来的添交 谈笑风生 除了白旗外 白家之脉中 也有几个人 很是瞩目 虽不如白旗 可身边人数也不少 其中一个 正是白小纯首次来到白家时 为她解围的那个五小姐 这女子美丽 虽性格冰冷 可身边的外族之人 却是最多的一个 还有一人 年纪与白旗差不多 身体却粗犷不少 很是魁梧 站在那里时 笑声如红 无论是在族中还是族外 似都交友广阔的样子 白号虽是树出 地位卑微 可毕竟是白家血脉 在这祭祖盛典中 也是需要到来的 只不过以她的身份 无法靠近祠堂 只能在外 于半空中有一处暗戟 正盘西坐在那里 无聊地看着四周 自然也注意到了 那位五小姐 以及魁梧的青年 这二人白小纯 这段日子在白家 早有耳闻 知道那五小姐 名叫白鸭 她的美丽 于巨鬼城中 都很有名气 不少俊杰倾目 而那魁梧的青年 名叫白雷 是知迈的一个天骄之辈 修为虽不如白旗 可也到了杰丹后期 甚至与白旗一起 被誉为是白家双杰 可二人不合 竞争之一族人 皆知 此刻 这三人很是瞩目 成为了这祭祖圣典内的焦点 若非是必须要来 她实在是不想来到这里 看着四周的众人 她脑海里想的是 明天阻地的开启 以及在这圣典结束后 她要去做的事情 那些煞魂丁 今天就应该去布置了 白小纯心中念叨时 忽然察觉 有人看向自己 于是双眼看似随意地扫过 立刻就看到了 远处那群女眷区域中的 蔡夫人 那带着怨毒的目光 我坐得这么远 她都能找到 我白小纯颇为诧异 要知道她所在的位置 实在是很不起眼 与众人之间 就算只仔细去找 也要找半天才能看到 可没想到 这蔡夫人 竟还是找到了自己 白小纯想都没想 一样瞪了过去 眼神中的凶残 让蔡夫人都愣了一下 随后四怒意更盛 可还没等她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庄严的钟声 在这白家内 漠然回荡 随着钟声 四周立刻安静下来 与此同时 三道长红从远处呼啸而来 当前之人 正是白家的家主 他的身边 跟随着两个老者 这二老修为高深 已到了原因大圆满的程度 正是白家执掌 行堂与法堂的大祖老 我白家立足数千年三人到来 白家族长一番言辞 传遍四周 在这白家族人都振奋聆听时 白小纯懒地去听 闭目打坐 不去理会 很快的 祭祖开始 种种繁琐之事 与绝大多数族人 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 只有那些族人中的佼佼者 才会真正地参与在内 庄严的钟声 时常回荡 甚至苍穹都掀起波纹 霞光洒落 露出祥瑞的一幕 引来不少人的欢呼声 这种小场面 我见得多了 白小纯内心不以为然 时而睁开眼看一看 颇有一副 自己身为仙人 隐藏在凡俗之感 直至过去了数个时辰 黄昏时 祭祖的种种事情 才算结束 随着钟声的回荡 白小纯打了个呵欠 睁开眼 以为一切完事 大家要各回个家时 在那巨大的石门前 坐在那里的白家法堂大祖老 左右谦让一番后 笑声传出 回荡八方 也罢 既然组长要求 而大家又推让老夫出面 这一次的祭祖圣典 就由老夫来出题考核吧 这法堂大祖老 声音洪亮 显露出身后的修为 更是在他话语传出时 这虚无都幻化出波纹 似有无数魂物出现 游走四方 白家族人纷纷目中露出崇拜 恭敬中 巨多看向老者 就连来观里的其他家族 与巨鬼城的使者 也都肃然起来 感受着慈老的修为 白小纯目光微宁 这已经是半步天人的程度了 与白灵一个境界 且看其魂力波动 显然也是炼魂师 应该是黄平 且在炼魂的造诣上很深 所以才可以出口 就有魂影八方而来 白小纯这里陈阴时 那白家的法堂大祖老 声音再次传出 我白家的诸位俊杰 你们都知道 传说中炼灵的极致 是三十次 可惜毕竟是传说 至今为止 从来没有人能做到 甚至就连二十次 也都几乎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片羽毛 炼灵到了三十次后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法堂大祖老微微一笑 右手抬起时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片羽毛 这羽毛看起来很是平凡 没有丝毫出奇之处 完完全全 就是一根普通的羽毛 此事没有正确的答案 大家可以凭着自身 对炼灵的造诣 去畅想一下 毕竟有些事情 若连想都不敢 又岂能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法堂大祖老话语传出 回荡八方时 在这祠堂石门 四周天地中的白家族人 一个个都若有所思 大祖老的这个考核 很有讲究 因没有真正的答案 所以根据不同之人的炼灵造诣 从而说出的变化 更可以去验证每个人的感悟 甚至这个问题 也蕴含了炼火 魂药 根据每个人擅长的不同 有不同的方向 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 却极其不俗 且事实也的确如这大祖老所说 如果连想都不敢想 又岂能有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这种想象 从某种意义来说 也相当于每个人的道了 不但是四周那些白家族人沉思 就连这大祖老身边的其他祖老 以及白家的族长 此刻也都因这个问题 而露出思索之意 即便是其他两个家族的使者 以及聚鬼城派来之人 也都如此 一个个陷入思考中 同时 也能通过这个问题 看出白家这位法堂大祖老 在炼灵方面的造诣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没有人说话 整个祠堂石门外 此刻一片安静 落真可闻 几乎所有人都在脑海里思考答案 这种在祭祖盛典中的考核 是白家的习俗 考核中 原则上是需要每个人都回答的 可实际上白家这么多人 自然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说出答案 所以 一般来说 都是一些各脉的天骄之辈 作为代表 来说出答案 彼此之间 更有竞争之意蕴含 此是白家的那些祖老自然之小 但却很鼓励这种竞争 只要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那么这种家族内部的竞争 就是保证家族血液长久沸腾的 最好的办法 白小春眼珠转动 这个问题对别人而言 不好回答 因为觉得 没有真正的答案 可对他来说 却是太简单了 毕竟白小春在那迷宫内的 试炼之地里 曾亲自出手 练龄到了二十多次 虽最终也没有达到三十次 可却已经看出了端倪 这个 我来回答的话 有些作弊了吧 白小春暗中干咳一声 跃跃欲试 但又琢磨自己光明磊落 作弊之事虽好 可如今又没有什么好处 凭什么去点醒其他人 想到这里 他继续打着喝歉 缩头当作没听到 半晌之后 法堂大祖老目光 再次扫过四周白家的族人 脸上露出微笑 淡淡开口 谁先来回答 短暂的沉默后 忽然的 白家主卖 经常跟随在白旗身边的一个青年 目光一闪 眼看其他人都不说话 他猛地站起 高声开口 晚辈白烈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他话语一出 顿时就让这四周 几乎所有白家族人 瞬间就看了过去 在认出了此人后 其中轻蔑 嫉妒 复杂 冷漠 各种目光都有 那些族老也都目光扫过 有的平淡 有的则是露出鼓励 就连白家族长 也都平静地点了点头 白小春谐言扫过 也好奇 此人能说出什么答案 眼看自己被万众瞩目 这青年很是激动 觉得自己出头的行为 对了 最起码可以让家族的长辈 更注意到自己 于是咳嗽一声 神色肃然地开口 在晚辈看来 这片羽毛 若是练临三十次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件质宝 说是天地质宝也不为过 青年说完 紧张地 看向法堂大祖老 可还没等到法堂大祖老说话 这四周就传来阵阵笑声 更有不少人直接摇头 笑容中讥讽不少 这不废话吗 就算是在寻常的物品 练临三十次后 白痴都知道会成为质宝 白小春也神色古怪 如看傻子一样 扫了扫那青年 这青年也听到了 四周族人的议论与笑声 脸色顿时就紫红起来 勇气可佳 法堂大祖老笑了笑 没有去点评 而是目光看向四周 还有其他人要回答吗 白丽善善地坐下 很是尴尬 她也知道自己的答案 有些取巧了 可以想到自己总算是出了风头 于是衡量一番 觉得自己这么做没错 也就沾沾自习起来 大祖老 羽毛练临三十次后 应该会庞大无比 可以遮盖天日 在白丽坐下后 因她开了头 其他族人也都陆续地起身开口 大祖老 我觉得这羽毛 可以变成一把雨扇 足以煽动天地 大祖老 这羽毛在我判断 三十次后 说不定会成为一把雨剑 震慑四方 不一定 大祖老 我觉得这羽毛 可以烙印在人的身上 成为翅膀 种种答案 陆续地从一个各族人口中说出 五花八门 说什么的都有 那些祖老一个个都含笑 若是认为正确的 则点头 可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漠然不语 至于出了此问题的那位 法堂大祖老 神色始终如常 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每一个人说的答案 他都在思索 又好似都没有放在心上 白小纯听着众人的说法 好几次 都忍不住想要去纠正一番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 这种出风头的事情 他是非常喜欢去做的 只是每次都压了下来 没好处 绝不做 白小纯喃喃低欲时 白家族人类 与白旗一起 被称为双结之一的白雷 忽然站起了身 他一起身 立刻四周都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凝聚的同时 就连白旗也都眯起双眼 凝望白雷 不但是他们 其他两大家族 与巨鬼城的使者 也是如此 显然是知道 这白雷在白家的名气 大祖老 晚辈在恋灵上造诣不高 凭着感悟 也很难猜到 这羽毛恋灵三十次后 会变成什么 可既然是想象 那么在晚辈的想象中 三十次后 这羽毛说不定会有了灵 成为如同火灵 木灵相似的存在 或许 那是羽灵 这白雷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纷纷一愣 随后有不少 立刻动容 那些祖老 也是一个个目光猛的闪耀 看向白雷时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笑容 就连法堂的大祖老 也是在听到这个答案后 首次地点了点头 他的点头 立刻就让白家族人更为震动 议论之声纷纷而起 白小春在人群内 也是多看了 这白雷几眼 羽灵这个答案 虽依旧不是正确的 可已经接近了真相 这是在恋灵二十次后 才会出现的变化 随着白家族人的议论 渐渐又有不少人 说出自己的答案 可与白雷比较 要么不如 要么就是明显 在他的基础上去说出 那些祖老一个个 都是老家伙 岂能听不出来 直至那位五小姐 也起身一拜后 说出了另一种答案 再次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大祖老 我觉得会成为一片彩虹 我知道 彩虹与羽毛不相关 可还是觉得 它会成为彩虹 五小姐轻声开口 说完坐下后 法唐大祖老 这一次不是点头了 而是含笑开口 首次点评 一切皆有可能 你的答案 尚可 说完 这法唐大祖 老目光落在了白旗那里 他很想知道 这位白家的第一天交 他的答案又是什么 此刻不但是他看向白旗 四周的那些祖老 还有很多族人 都看向白旗 毕竟白旗的身份很高 如今这么多人回答了 无论如何 白旗也好开口了 在这众人注视中 白旗微微一笑 站起了身 向着法唐大祖老一拜后 抬头时 目露精芒 似有十足自信 蔡夫人目中露出骄傲 还有那位白家的族长 此刻神色内也有期待 看向白旗时 目光柔和 与看向白号完全不同 妩媚与雷蒂的答案 都只是部分 我回答得晚 有些讨巧了 还请大家莫要介意 恋灵为我蛮荒体系之根本 变化太大 二十次后 或能形成如彩虹之物 也有可能形成雨灵 但这绝不是三十次后的变化 这一刻的白旗 似神彩飞扬 整个人散发出无穷魅力 它站在那里 一个人的气势 压过了绝大多数同族之人 三十次后 不说必定 但我有八成把握 它可以变成一只活生生的鸟 凤舞九天 万鸟之首 抑郁苦闷 无所适从 一土为快 不再坠述 白旗声音嘹亮 在这整个广场上回荡开来 更是因其修为的不俗 不说撼动了天地 可以让这黄昏时的苍穹云雾 翻滚起来 气势如虹 仿佛是在认证它的答案 使得四周所有白家族人 几乎都是面色变化 思索间 呼吸都跟着急促起来 看向白旗时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凤舞九天 万鸟之首 这个答案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答案 真是敢想啊 一片羽毛 居然能成为 一直活生生的生命 那位五小姐 此刻也是身体一阵 若有所悟 还有白雷 尽管不甘心地握住了拳头 可她心底也轻叹一声 练琳的造诣 她的确不如着白旗 这个答案 已经算是开创了一个奇迹与仙河 白小纯目光一鸣 仔细地看着白旗 这个答案虽不是正确 可明显的 已经算是走出了自己的路 可惜 还是错的 白小纯想到这里 不由地自得起来 琢磨着 就算是对方知道了最终的路 可知道归知道 想要走到终点 根本就不可能 蔡夫人满面红光 看着白旗 她心情激动无比 眼前这娇阳般的男子 是她的儿子 那种母依子贵的感觉 让她整个人都淘淘然起来 还有那白家的族长 白旗的父亲 此刻更是一副欣慰的模样 看向白旗的目光 似乎在看其林子一般 她身边的那些族佬 同样动容 纷纷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白旗的这个答案 让他们也都大吃一惊 至于那法堂的大族佬 此刻更是站起了身 笑声传出 好 果然 是我白家的麒麟子 你的答案 老夫也不知道真假 可这份气魄 足有吞山河了 法堂大族佬哈哈一笑 看向白旗时 目中露出赞赏 在她看来 白旗的答案 已经是与自己的看法一致了 以她的造诣 她早就研究感悟出了 炼灵氛围不同的境界 如彩虹 如雨灵 这是一个境界 而白旗的答案 明显更高于这个境界的 难怪这白旗能被老祖看中 为其开启祖地 此子在炼灵的感悟与资质上 果然不俗 大族佬含笑 看了眼身边的白家族长 大族佬过誉了 这孩子 还需磨练一番才可 白家族长快胃中 笑着开口 有了大族佬的肯定 白家族人的喧哗赞叹声 立刻如雷霆般爆发出来 种种声音内 都是对白旗的惊叹 听着四周的声音 蔡夫人激动不已 白号那小杂种的炼灵资质虽好 蔡夫人目中光芒流转 内心的骄傲已无法形容 眼看众人都在追捧白旗 白小春很是不屑 忍不住又打了个喝歉 心说 小爷这是不愿与你们一般见识 否则的话 我一说出答案 立刻让你们一个个都惊掉下巴 此刻越发觉得 这所谓的考核无聊 正琢磨着 究竟什么时候能结束 可就在这时 那被万人瞩目的白旗 自身得意洋洋中 目光一扫 看到了人群内 正打着喝歉的白旗 他眼中露出一抹阴毒 忽然笑了笑 白浩 你曾对我说过 你认为自己 在恋灵上有些资质 今日我白家盛典 大家都说了答案 不知你那里 有没有答案呢 来吧 说来听听 不用不好意思 白旗似笑非笑 话语中让人感觉 兄长关心鼓励弟弟 然而实际却用心险恶 根本是要在这个时候 去羞辱白浩 而他也很自信自己的答案 认为其他人 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无论怎么说 都绕不过虚与实 而白浩这里 在白旗看来 无论怎么回答 都是在这两者之中 而任何答案 他都可以直接 将其定性为剽窃 再做兄长模样 痛心疾首 好好教训其一番 如此一来 就可让这白浩 在整个家族中 再次丢人现眼 坐实了之前的作弊之事 如此一来 明天在祖地内 自己找个机会 将其误杀 也就没人能说些什么 此刻话语一出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 刹那就落在了 白小纯这里 这白浩区区 驻鸡修为 还能说出什么答案不成 时有星号星号 是缩头不语 他说不定也会说 能变成 凤舞九天的万鸟之首 不过这也太无耻了吧 这可未必 此人可是靠着作弊手段 成为三绑第一 好在奇少大义灭青 将其抹去 此刻也可看出 这白浩有多么的无耻 那些目光中 绝大多数都是 轻蔑与不屑 只有不多的一些 露出可怜与叹息之意 看出了白旗的恶毒之心 五小姐与白雷 正是那露出 可怜之意的一些人之一 对于白浩 他们没有什么 太大的印象 可因对白旗厌恶 自然而然的 也就觉得白浩可怜 只是他们没有立场 去阻止 此刻的白旗 气势如红 已到了巅峰 蔡夫人眼珠一转 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孩儿的想法 虽有些不安 可还是相信白旗的判断 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露出强烈的憎恶 白家族长 神色平静 似没有看出 白旗的用心一样 目光看都不看 白小春一眼 他身边的那些族佬 此刻一个个神色玩味 相互也都不言不语 唯独法堂大族佬 他本身并不属于 族长一脉 对于族人不说一视同仁 也相差不多 此刻脸上带着笑容 看向那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去 关注过的白号 白小春皱起眉头 看着用心险恶的白旗 他的目光渐渐冰冷下来 对方的心思 他瞬间就明白 此刻心底怒一声疼 他原本没打算继续高调 可这白旗居然来逼自己 这就是自己找死了 白小春冷哼一声 缓缓地站起了身 随着他的起身 四周众人的嘲讽 越发强烈 竟真的站起来了 有些意思 我等着看他说出 是鸟这样的答案 自不量力 这白号身为数字 也敢争锋 这种人只会作弊 他的存在 给我们白家丢人啊 这四周的声音 不断地传入白小春的耳中 他看着这一切 看到了蔡夫人的恶毒眼神 看到了族长的冷漠 看到了那些祖老的神色 也注意到了 关于嘲讽之言 没有任何人来阻止 任由整个家族的 绝大多数族人 在这里不断地讥讽 就连那另外两个家族 与巨鬼城的使者 也都在那里 四看热闹般地看着自己 这一切 让白小春这里 忽然没有了怒意 他看着四周众人 慢慢地抬起下巴 似乎这些人在他眼中 都是一群家鸟而已 一个大浪 就可拍灭无数 他袖子一甩 目中带着孤傲 一指白旗 沉声喝倒 我本不想开口 今日白某就成全你 白起眼中杀鸡一闪 看着白小春 冷笑起来 那在你眼中 觉得很自傲的答案 在白某看来 完全是狗屁不通 白小春袖子一甩 虽散发出的是助击修为 可在这一刻 似乎也有一股气势 在他身上崛起 就让我告诉你 练龄三十次后 真正的答案 一语一事件 任何存在 练龄三十次后 最终都会成为一片事件 白小春声音 如天雷传出 回荡四方 他的话语在这一瞬 就落在了四周 所有人的心神内 似乎这答案 引动了天地法则 在白小春话语回荡时 竟真的有天雷 在这苍穹上滚滚而过 轰鸣天地时 使得一切云雾 都直接碎灭开来 黄昏的余光 也都在这一刻洒落大地 有一缕落在白小春身上 使得他的身影 一瞬间竟多出了奇异之感 更是在这一瞬 随着答案的传出 四周所有白家族人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 如有响雷在心神内 猛然炸开 而白旗那里 也是身体猛的一颤 面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 他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白昊说出的答案 居然是这样 这根本就不需要去比了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这答案不管真假 在境界上 已经完全超越了所有人 而且是如碾压一样 无视一切 党之积分 震撼 一瞬间 万类聚集 周遭众人的讥讽嘲弄 落井下石 不在意 看热闹 种种神情动作不易而足 剧都将故如被施了定身法 两九众人才逐渐慢慢恢复过来 一时间 阵阵粗浅不一的呼吸声 很快地 就从四周族人口中传出 他们的表情 在震撼与难以置信间 不停变换 甚至还有其他难民的复杂 就连那位五小姐与白雷 也都神魂震动心绪狂澜 一脸的匪夷所思 直愣愣地看向白小春 这个答案超越了所有人啊 天啊 他是白号吗 是曾经那个懦弱无能的白号吗 成为世界 这种气吞山河的气魄 怎么可能 世界 世界一定是这样 这才是答案 真正的答案 这这怎么可能所有族人 在短暂的沉寂后 瞬间情绪爆发 全部沸腾起来 不少更是直接起身 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夹杂着震撼与 不敢置信的复杂 慢慢地 有的甚至 还生出了一丝 他们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佩服 这一刻 白小春站在那里 凝聚了全场之人的目光 略显单薄的身躯 却仿佛散发出一种超然 蕴含飘渺之意 没有人再去注意白旗了 白小春的一句话 直接将白旗身上所有的光环 全部夺了过来 加于己身耀眼无比 就好像这一切本就属于他 白旗面色苍白 有心去反驳 可却发现 自己找不到任何言辞 甚至就连他自身 在听到这个答案后 也都有种强烈的冥冥之感 似乎这就是真相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那些祖老 此刻一个个彻底动容 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吃惊之意 甚至有几人 也直接站起了身 那法唐大长老 此刻身体猛地震动 双唇微动 目中更是露出推眼 呼吸都渐渐不在平静 甚至他的修为 似乎都有些 控制不住的样子 那是一种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他的触动之大 无法形容 让这法唐大祖老 面色都激动地红润起来 这一幕 对蔡夫人 与白家族长的刺激 最大 那白家族长 不知如何想的 眼看白小春这里如此耀眼 她不但没有觉得欣慰 反而有股怒火腾然而起 那是一种如看逆子 似要杀人的心情 似乎白昊这里越是优秀 对她而言 就越是如被打了脸一样 让她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的愤怒 已快要无法隐藏 可她毕竟是族长 此刻深吸口气 勉强压了下来 她能压下 可蔡夫人却做不到 眼看白小春一句话 就让这一切逆转 甚至好像要夺走白旗的一切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旗儿 此刻那苍白的面色后 震震心疼 极度的危机感 让蔡夫人对白小春的怨恨 已上升到了极致 急怒宫心中 她猛地尖叫一声 一派胡言 白昊你个小杂种 你太放肆了 给我闭嘴 来人 给我将这小杂种拿下 我要她行神俱灭 蔡夫人这歇斯底里 丧失理智的话语一出 四周立刻就有白家的护卫 迟疑中走出 不知该不该去听从 可还是有几人 咬牙之下 直奔白小春而去 是你放肆 白小春猛地转头 看向蔡夫人 我白家祭祖盛典 我身为白家族人 放肆到了极点 族长 当着我白家 所有族人的面 当着我白家 列祖英灵的面 此女没有白家血脉 充其量算半个族人而已 如此咆哮 惊扰祭祖 还请族长灭伐 以全家归 白小春直接借势反歌一击 这番话语滴水不漏 言辞犀利 更是占据大意 无论是谁 也都说不出什么 甚至那些知脉中 看白起与蔡夫人 不顺眼的族人们 一个个都眼睛一亮 如重新地认识了白昊一样 内心更是不住喝彩 白雷看向白小春 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似突然地 有了很强烈的兴趣 想要去结识 那位五小姐 也是愣了一下 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也有了异样神采 就连那些祖老 也都一个个目露精芒 白昊 你以下饭上 好大的胆子 白旗面色变化 听到白小春话语中的杀鸡 她整个人怒火天鹰 猛地低吼 你也给我闭嘴 白小春转头 向着白旗沉喝一声 我白昊体内流淌着白家的血液 是白家族人 我在这里祭拜仙祖 回答祖老的问题 自然要大胆一些 我白家仙祖要看的 正是我白家族人的 胆识与气魄 以下饭上 族规第九条列出了 祭祖之时 一切族人 皆为血脉后人 何来上下之分 若真说有上 那也是仙祖 难道你白旗认为 此女是我白家的仙祖 白旗 你要记得 你姓白 不姓蔡 我看以下饭上的 是你白旗才对白小春袖子一甩 话语铿锵有力 如同一把把利剑 刺入白旗身体 使得白旗这里 如被神通轰击 连连后退 面色不断变化 想要反驳辩解 可却说不出来 惊怒之下 一口鲜血喷出 白昊 这一幕 让这四周众人大都惊呆了 白小春猛地转身 再次向着面色 早已阴沉如黑铁般的 白家族长抱圈一半 一请族长责罚此女 此女动乱祭祖 惊饶祖先 当行神俱灭 二请族长责罚此子 此子乱认先祖 这是不孝 忘了自己姓白 这是不忠 以下饭上 这是不敬 他一个不孝不忠不敬之辈 不配成为我白家族人 白小春声音如雷轰鸣 四周所有族人 此刻全部吸气动容不已 这一幕自自诛心的逆袭反杀 让他们真的是根本没有半点预料 木头般看着 大多数人这时脑袋都是猛的 彻彻底底的震惊茫然了 好像有种颠覆了的光怪陆离之感 甚至那其他两个家族 此刻也都震撼连连 虽那蔡家有些不悦 可还是在看向白小春时露出凝重 显然看出了白小春这番话语的用心 这已不是阴谋 这是阳谋 主动地给白家之脉一个机会 这里面蕴含的心机之身 让这两个家族 以及聚鬼城的使者 都不得不重视起来 至于那些祖老 一个个也都目光闪动间相互看了看 白家内部本就存在不和 如今此事 对白家的知脉而言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就在他们思索时 那蔡夫人眼看白旗吐血 整个人抓狂了 声音凄厉 小杂种你找死来人 给我杀了他蔡夫人癫狂怒吼中 自己也都飞了出来 那些祖老眼睛猛得更亮 正要发难 可就在蔡夫人飞出的瞬间 白家族长猛的一拍桌子 轰的一声 那桌子直接就崩溃爆开 成为飞灰石 巨响回荡 住口 白家族长低吼一声 袖子一甩 立刻一股大力散出 落在了蔡夫人的身上 蔡夫人喷出鲜血 身体猛地倒卷而去 收鸭 白家族长似从牙齿缝中 挤出了这两个字 立刻有族人心惊地上前 将蔡夫人直接带走 现在 你满意了 白家族长目中杀意弥漫 以毫不掩饰 盯着白小春 白小春看都不看蔡夫人一眼 凝望那位面色阴沉的白家族长 没有丝毫退缩 再次抱拳 还有白旗此子的不忠不孝 不敬之罪 够了 白家族长眼中如要喷火 如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成为族长后 还是首次遇到 这种被人逼宫的感觉 让他要杀白小春之心 已强烈无比 暗道若非 是顾及其他之脉 又岂能让这白昊如此嚣张 他不可能杀 那么祖地内 我自己来杀 白小春看了眼白家族长 内心冷笑 不再开口 白旗怒视白小春 可他真的有些怕了对方的那张嘴 此刻心有余悸 又看到了母亲那里被责罚 以及父亲的怒火 他只能咬牙低头 内心疯狂的嘶吼 发誓在那祖地内 必杀白昊 眼看着祭祖盛典 似乎有些 无法继续下去 白家族长袖子一甩 此次祭祖 就此结束 他话语刚出 可就在这时 那位始终在沉思推演的 法堂大祖老 忽然抬头 看向白小春 先不要结束 白昊 你继续说 你是如何想象出 三十次练龄后 会成为一片世界的 他神色内露出恳切 语气更是温和 似对于之前 白小春与祖长之间的矛盾 根本就不在意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作为法堂大祖老 除了老祖外 整个家族 能与他并驾齐驱的 也就只有邢堂的大祖老了 至于祖长他不在意 白家祖长面色顿时难看起来 今天的事情对他来说 毕生难忘 可法堂大祖老他 不能招惹 只能将那遇生的怒火 算到了白小春的头上 咬牙又坐了下来 看向白小春时 他的杀意 已然滔天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 白小春有些诧异 看向那法堂大祖老 听出了对方语气中的温和 以及那墓中的求索之意 知道此老没有恶意 而是真的想要知道 练龄三十次的秘密 压压电子书 他不由地沉默下来 脑海里开始琢磨 如何能让自己今天 在之前那么厉害的基础上 再上一个台阶 横竖已经非常出风头了 那就彻底高调到 让他们五体投地 鼎礼膜拜 他这里的思索 落在众人墓中 立刻就不一样了 那法堂大祖老 立刻神色认真起来 他觉得 这是对方在沉思 于是安静地等待 四周的那些族人 如果是在白小春 没有回答问题前 必定是会嘲讽 可眼下去不敢了 白小春的世界说法 本就撼动了所有人 随后那言辞的犀利 逼得族长收押其夫人 那白旗更是险些 被白小春逼得 被逐出白家 甚至灭杀 这一幕幕 无不说明 眼前这白号 与他们记忆里的身影 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是那位法堂大祖老的赏识 他们都能看出 此刻的白号 在他们的心中 其分量已经越来越大 五小姐那里 也是如此 她看着白小春 秀目内露出好奇 白号的变化太大了 她不是没想过 眼前之人 是否真的还是白号 实际上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她 其他人也都想过 那些祖老 甚至白家的族长 此刻也都在思索 尤其是那位白家族长 更是凭着她的身份 暗中融入阵法内去查看 可最终无论怎么去判断 白号都是其本人 白家的阵法 对于非白家血脉之人 审核得极为严格 若眼前之人不是白号 是不可能 在此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的 想到这里 五小姐也露出期待 还有白雷 她看向白小春时 越发地感兴趣了 她甚至都觉得 自己以前实在是 太忽略这个白号了 如今对方的崛起 对她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过也不是 全部的族人都如此 那些嫡系主脉的白家族人 此刻在看向白小春时 尽管表面不敢露出 可内心却是怨读到了极致 恨不能白小春去死 这种羞辱 羞辱的不仅仅是 白旗与蔡夫人 而是他们整个嫡系主脉 甚至在他们看来 白号也是主脉的 方才的行为 分明是一种背叛 时间流逝 伴住香后 白小春目光深邃 抬起了头 看向法堂大祖老后 他深吸口气 抱拳一半 法堂大长老立刻精神一震 仔细聆听 其他人也都如此 那些祖老们 纷纷神色都肃目起来 回大祖老的话 练临三十次的猜测 晚辈只是乱说而已 实在是晚辈从小孤僻 没有什么兄弟 朋友 很多时候 只能一个人去幻想这个世界 这片天地 好似这天地间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又好似这片世界 我是多余的 或许是这种心态 让我的幻想 如长了翅膀 不断地飞向远方 白小春声音有些沙哑沉重 仿佛沉浸在了童年的回忆中 这里的族人 有不少知道白号小时候的事情 此刻听到后 立刻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孤独的孩童 一个人坐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天空 看着世界的画面 那些祖老也都心有所感 五小姐那里 不知为何 听得心里有些悲哀 眼看众人如此 白小春心中得意 这可是她之前想了半炷香 才想出的答案 琢磨着 一定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让他们震撼无比 反正是吹嘘吗 是说大话吗 这一点 白小春觉得自己虽不擅长 可还是能吓唬吓唬人的 此刻继续沉浸在那思序里 声音也都飘摇起来 似从她童年传来 路过了岁月 融入到了如今 我经常在想 这片天地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是如何存在的 为什么会有魂 为什么会有火 为什么会有炼灵 我也经常去想 这世间有没有仙人 我们的修行 是谁传给我们的 我还经常去想 天空那么大 可天空之外 是否还存在了一个世界 如果真的存在 那片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白小春声音喃喃 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渐渐地 四周越发地寂静了 每个人都仿佛沉浸在了 白小春的话语里 也在思索 那些祖老 一个个竟也摒弃脸膝 看向白小春时 他们似乎忽然发现 自己以前 实在是太忽略着白号了 尤其是那位法唐大祖老 他的神色变化之多 变化之快 为众人之首 这一刻 在他的眼中 似看到了白号的童年 更是看到了白号的思想 而那个世界里 是不是也有人 在他们眼中 我们又是什么白小春神色柔和 目中带着雾气 声音也越发飘渺起来 谁又能知道 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否是一个大能 将某样物品 炼制了三十次 形成了世界 这句话一出 四周刹那更是静默 玄机猛地传来无数稀奇声 又有谁能清楚 为何这世间 会有炼灵一说 谁又能明白 这天地间 炼灵的源头 在何方 这 就是我的答案 白小春说完 向着法唐大祖老一抱拳 沉默不语 可心中 这一刻却是激动得意 雀跃不已 他说的这些话 就连他自己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他在那半炷香时间里 想到的 所有能让自己看起来 高深莫测的言辞 虽然他也不懂 可觉得 反正能唬住人就行了 越是神秘高远 玄之又玄 效果就会越好 此刻看似平静 可目光却小心地在四下打量 看着看着 他有些患得患失了 实在是这四周 太安静了所有人 包括祖老在内 一个个都呆呆地 看着白小春 目中却焦点散乱 他们看似平静 可心神中此刻 如同天雷轰顶 已经彻底地被震住了 看起来傻呆呆的 白小春的想象 在他们看来 已经是匪夷所思 到了一个无法去形容的程度 也猛然间就理解了 为何白小春 能说出世界的答案 这一切 让他们一时半会很难消化 直至过去了十多个呼吸后 他们才恢复过来 顿时吸气声 哗然声 惊呼声 纷纷嚷嚷而起 天外 是否还有一个世界 我们所在的天地 或许真的是 某个大能 留下的一间 练琳三十次的法宝 天啊 我想起了奎皇的传说 传说一代奎皇 似乎开天辟地 为了守护族人而战死 五小姐与白雷 二人也都身体颤动 白小春的话语 若不去深思则没事 可一旦深思 则越想越是心惊 隐隐觉得 似乎白小春的话语里 蕴含了某种天地隐秘 让人陷入那神秘中 莫测未来 这些惊呼声 终于让白小春 这里松了口气 立刻就觉得自己 果然在吓唬人上 还是有些天分的 正得意时 那些祖佬 一个个目录齐光 尤其是法唐大祖佬 更是直接站起了身 神色激动 仰天大笑 好好 作为法唐大祖佬 他平日里威言寡语 点头就算是认可了 哪怕对白琪 也只是说了一个好字 可眼下 静连续说了三个好 其神色的激动 可以看出 他对白小春这里 已经是极为欣赏 这一切 落入白琪的眼中 让他的心在刺痛 仿佛被咬势一般 双眼都红了起来 死死地握住拳头 他的面色猙獰 对白小春的杀鸡 更为强烈 祖地内 我拿到天人魂后 必杀你 至于那白家的祖长 看向白小春时 似有些复杂 但很快 这复杂就被抹去 化作了冷漠与冰寒 妖怪 就怪你是数字 你母亲卑贱 你也注定了要卑贱 学不会顺从 只懂得悖逆 你和你母亲一样 都该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